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多日不见 十分想念 那至于为什么会消失这么多天呢 等下再详细的跟朋友们报告 这期节目我们还是围绕着中国来展开 昨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 天价墓地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由于76万亿瓶的价格 实在让普通民众负担不起 于是墓地坊就应运而生 网友就感叹了 活不起也死不起 在中共国的土地上 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不得安宁 离不开的人呢就更糟心 最近各地正在清理所谓的边外人员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最慌的竟然是留下来的正事工 这是为什么呢 好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 咱们先从昨天火爆全网的话题说起 4月4号 疑似是中国电科员工 怒怼领导清明节强制安排加班的 相关聊天记录在网络上传播 5号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我们这里简称就是中国电科 他们在回复中共官媒人民网财经时说 网传微信聊天记录所设单位和人员 不是集团公司所处成员单位和员工 又是边外人员临时工干的 这国甩的一点心意都没有 根据网上的聊天截图显示 事情的起因是中国电科成都区软件开发事业部的一名员工 陈志龙 因为领导安排清明节加班而暴怒 将自己和同事过去一段时间遭遇的不公 通过微信群彻底宣泄 最大的看点是 他的宣泄引起了部门同事的集体共鸣 他们在群组内纷纷要求辞职 要知道啊 目前国内的就业形势非常的严峻 一旦失业的话 想再找工作那可是难比登天呢 即使如此 面对权力的傲慢与压迫 这名中电科的员工也是人无可人了 那具体原因呢 无非就是外行领导内行 要求员工加班的领导没有业务能力 只会鳄鱼奉承留去拍马拉关系 通过对下面员工无底线的压榨 来迎合对上级无理的要求 终于在清明节之前 积怨已久的员工集体爆发了 第一位站出来的员工是金锯贫出 虽然聊天记录中有些脏话吧 但怎么看都是内心真实的流露 两个所谓的领导 虽然全程都表现得文明理性 可怎么看都像是岳不群 在要求员工加班被拒绝之后 不问任何原因 直接威胁说 那你去不去 实际上就是问你服不服 结果积怨已久的员工终于爆发了 直接就开怼说 你想当哈巴狗去舔领导 麻烦别带上我们 最近哪个兄弟不累 天天加班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骂人的话 咱这里就不说了 那这位员工还说 安排加班的这位领导 就会窝里横 就知道安排加班 清明节需要上24个小时 然后这位领导 不知是被怼蒙了 还是装傻 不可知心的打了一个问号 那意思应该是 你不想混了 那这位员工直接要求 把自己开除 结果同事们纷纷跳出来 声援要一起辞职 后来啊 他们又吵到了人事部门 而人事部的小领导 也同样是岳不群的德性 但是员工们不干了 纷纷要求辞职 这个事情说明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无论是在国企还是在政府部门 每天拼死拼活的都是基层员工 或者是合同工 编外人员 真正有能力让国家极其运转的 也正是这些受苦受累的基层员工 总加速是为了应对地方政府财政紧张 要裁员的也是这些所谓的边外人员 这一财不要紧呢 这正式员工可是慌了 他们没有业务能力 养尊除优的惯了 平时捧着铁饭碗是作威作福 要论拉关系溜须拍马 他们一个顶仨 但是到了实际工作的时候傻眼了 最近有人写文章反映体制内的情况说 他们系统有30来个边外人员 平时是拿着微薄的工资 却干着最繁重的活 正式工们刚听说要辞退这些人 都慌了 还没等领导找谈话 重新分配工作 一个个的就跑去给自己找借口了 基本上都是50岁左右的人 由于他们系统是有项目工程的 很多事情都是老务派遣的年轻人在做 正式工只起个监督指导的作用 这下他们被清退 那些活都得重新分配到正式工手上 有些本来做着领工资的人 就慌了 甚至连财务都没人做了 这些年呢 这财务科长是甩手掌柜 一切工作都交给临时工 那个女孩又跑劳资 又做会计 忙得团团转 但也没有怨言 这下可好 财务科长第一时间去找领导 要是女孩走了 得给他再派个年轻点的 他一个人可干不了 让那些更年期的女性接会计 他们就说老眼昏花 看不清电脑上的字了 总之是一说干活就腰酸背痛腿抽筋 这种情况体制内的朋友应该是深有体会 有网友写文章说 清理编制人员的速度快到超乎想象 很多人在网上表示他们单位被清理的编位人员 已经陆续有人开始离开了 领导啊都快丑死了 因为干活的人都走了 活却被留下来了 一般事务性工作还好 大家都分一点 虽然都不太愿意 但也能解决 哪怕干的不好也能解决呀 就怕那些技术含量有点高的工作 原来的编位人员都干了十多年 忽然一下子换人 新手啊一时半会还真拿不起来 至于那些脏活累活苦活 比如需要常年出差到外地的 那就更不用说了 不是能不能干的事 而是根本不愿意干 领导也派不下去 研究来研究去 最后的结论就是 好像还得招一批临时工 有网友反应啊 他们公司遇到的情况 人是让仓库主任给个裁员名单 主任说都是领导太太惹不起呀 要不然你看看把我辞了吧 这就是目前中共国的现实 能创造价值的人没出路 酒囊饭袋占据高位 实际上啊就是个坐吃山空的局面 地方财政已经是负债累累了 裁员可以视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是需要裁掉的裁不掉 裁掉的都是做实事不该裁的 从上到下整个阶级固化 谁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 这也是中共的本性所决定的 体制不打碎重建的话 任何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穷折腾 有人呢已经看透了这一点 那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 快递妥欠工资 从20年之际欠我两万 肯定会影响我的生活 毕竟不是小钱了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都说两万一万甚至极限块钱 可能都很有用 我也去过什么劳动检查部门 就是各种体皮球 甩过甩来甩去的 快递行业 几乎每个快递员是没有合同的 顺奉行动会有 像普通的司统一达 几乎是没有合同的 所以呢维权很难其实 信任维仪已经出现了 就可能对这个世界更失望了吧 您多大几年 到30吧 反正我的目标 就是再活30年 分着60岁活 60以后呢 小病我就治 大病我能死 所以我不结婚不要孩子 我最大的父爱 就是不会让我的孩子 来到这个X的世界 最大的父爱 就是不让自己的孩子 来到这个世界 这话得透露着多少 辛酸跟无奈呀 中国人生不起 活不起死不起 活着受罪也就算了 这死都死不起 因为墓地的价格 已经飞上天了 在清明节期间 天价墓地 再成为热门话题 中国一线城市 都出现墓地价格 远超洋宅的情况 上海松鹤园 三月中旬开卖的新墓地 相当于一平米76.3万元 比上海市中心的房价 还要高出数倍 上海松鹤园官网显示 该园最贵的德新院 五区面积0.8平方米的三血墓 售价62.88万元 相当于一平米78.6万 中国一线城市 北上广山都出现墓地售价 远超住宅的现象 其中深圳市的墓地的平均价格最高 达到了14.9万元 不但墓地价格昂贵 而且民众不是付了天价 就能永久取得墓地 按照中共的法律 墓地的所有权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 而墓地和骨灰格的位置 使用年限最多也就20年 也就是说 中国民众其实只是花天价 租了20年的使用权 20年后还必须得再次付费 否则只能迁出去 正因如此 上海很多地方出现了另外一个奇景 所谓的墓地房受到人们的追捧 因为与其花天价取得20年墓地的使用权 还不如就购买使用权70年的住宅 安放仙人的骨灰 天津市等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墓地小区 大多位于临近公墓的偏远区域 小区里没有活人居住 只有类似守墓人的管理员 小区的房屋的门窗全都是黑色的 每家门口都挂着一块牌匾 上面写着某某祠堂 这想想也够恐怖的 对城市的居民来说呀 就算是这样的墓地也买不起呀 于是他们将亲人的骨灰洒入大海 即便如此 殡仪馆也要收取数千 甚至是超过万元的海葬费用 于是有网友就发问 福建一男子私自撒骨灰入海 被抓因违法 你怎么看 网友神回复说 以后我的骨灰就到进马桶 水冲就行 我自己找路去大海 实际上啊 中共治下的殡葬业也和医疗界一样啊 早就成了暴力的行业 人活着是各种羞辱蹂躏 甚至活着一器官 就算死了也有八层皮 难道这不是魔鬼统治吗 说到魔鬼的统治 过去的在节目中啊 我多次强调 魔鬼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这就不得不说我这个频道的遭遇 最近发生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最想说的呀 却不能说 老观众都清楚这里面的原因 最近的一个星期 我的频道 又又又又又 被YouTube给封锁了一个星期 原因是2021年6月份的 一个小珍珍的视频 为了配合YouTube的言论审查呀 这最近这一年呢 可谓是今小甚为如履薄冰 奈何有人跟你翻旧账 这真是欲加之罪呀 实际上啊 时至今日 很多问题已经显现了 我的家人呢 也深受其害 我的父母过去身体一直很好 现在必须得通过吃降压药来控制血压 我父亲也因为打了那个东西 最近心脏频繁出问题 我太太的故事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过去在会员频道也都介绍过 残酷的现实是墙外的言论审查 也到了不问你对不对 只问你服不服的层次 值得欣慰的是 最近一位观众的留言 上个星期我在Telegram电报频道 已经分享了 这位朋友留言说 德传媒的博主您好 我是你的粉丝 在墙内听你节目很久了 你的节目我一期都不会落下 你的很多观点和逻辑思维 让我折服也正是观看你的节目 让我萌生了润的想法 庆幸的是 开过年就成功的逃出了粪坑 目前在马来西亚一切都安好 希望你的节目做的越来越好 家人幸福安康 每次看到类似的留言都非常的欣慰 因为我做的视频真正的帮助到朋友们了 无论是墙内的朋友 还是在小珍珍的选择上 利欲熏心的人是无法体会 也无法理解 帮助他人所获得的愉悦和福报 更不明白正信赋予人的使命感 那是超越任何金钱和物质利益的 说实在话 中国人真的是实在是太难了 在墙内被中共各种蹂躏 各种折腾 就算肉身翻墙有时候也是身不由己 那关于小珍珍的问题 我们也只能点到为止 还想了解详情的朋友 可以去我的拍春会员频道 或者是干净世界订阅这个德传媒 链接都在说明栏 最后提醒墙内的朋友 无论您现在身处何种境遇 不要忘记一句古训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中说过如何抗争 也讲过如何润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如果是截然一身 自然是容易选择了 但上有老下有小 就不得不思虑周全了 如果您决心想润的话 也一定要慎之又慎 因为墙外的环境也越来越复杂 一定要确保您润的国家 可以获得比您现在更好的生活 否则不如静观其变 好 感谢朋友们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